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飘看了看时间差不多该去学校了 小飘走后电脑散发出怪异的光芒 乘坐公交时小飘的公交卡出了故障怎么都刷不上 小飘一抬头发现司机的头顶出现了一行字 你这个混蛋赶紧刷卡 接着小飘还发现其他乘客的头顶也出现了一行字 都是一些充满恶意的言语 比如公交车都坐不起快滚下去吧 来到学校小飘想把刚才的怪事分享给同桌 小飘刚说完同桌的头顶也出现了一行字 听说这家伙住过精神病院可能是真的 小飘一脸蒙圈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 晚上小飘打开电脑看到菜菜子又爆出了怀孕的消息 小飘顿时来了兴致 又开始在网上恶意重生的菜菜子 自日小飘刚到学校 发现女同学的头顶出现了一行字 不是得了精神病吗 怎么来学校呢 小飘顿时就急了 愣愣地对着女同学猴荡 你在骂谁呢 女同学不明白什么意思 眼看小飘就要打人了 同学们急忙上前拉住了小飘 此时同学们的头顶洗刷刷地出现了一行字 原来真是精神病啊 这时同桌进来了 小飘觉得肯定是她散播的谣言 冲上去狠狠揍了同桌 画面一转小飘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对小飘检查医学后 头顶出现了一行字 一看就是精神病应该关进监狱啊 小飘非常激动 扑上去狠狠咬了医生 并且嚷着我没有疯 我是正常人 结果小飘真的被当做了精神病 送到了精神病院 就在小飘即将崩溃的时候 一个好心的妹子送上了一块手帕 这个妹子正是大明星蔡带子 小飘环顾四周 发现其他精神患者的头顶都有一行字 唯独蔡带子没有 接着蔡带子莫名其妙地哭了 小飘问她怎么了 蔡带子却一声不吭 这时过来一个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说蔡带子因为网络暴力 而患了失语症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小飘每天陪着蔡带子 和她说话给她读书 希望蔡带子有一天可以康复 这天蔡带子突然晕倒了 工作人员说蔡带子不吃饭 营养不凉所以晕倒了 小飘急忙给蔡带子喂饭 结果蔡带子给打翻了 小飘非常痛心 向蔡带子坦白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后 恳求蔡带子可以坚强地活下来 但蔡带子还是一声不吭 就在小飘准备离开时 蔡带子突然说了一句 不要走 接着蔡带子跪坐在地上 往嘴里塞着米饭 从这天之后 让人彼此产生的好感 并在一起了 有一天医生过来问候病情 小飘突然发现 看不见医生和大家头顶的字了 小飘特别兴奋地抱住了蔡带子 由于小飘看不到别人头顶的字 医生告诉小飘 你和蔡带子可以一起出院了 出院后 小飘便搬到了蔡带子的豪宅 这天小宅听见蔡带子在唱歌 并鼓励蔡带子重新回到舞台 蔡带子表示 现在付出已经晚了 小飘表示 只要你喜欢就去做 如果我妨碍到你 我会消失的 只要你能幸福 我做什么都可以 蔡带子犹豫了一会儿后 最后将小飘的合照放进了抽屉 一转眼 蔡带子付出的新闻 传遍了大街小巷 立刻变回了 炙手口热的大明星 几天后 小飘再次看到了 蔡带子住院的新闻 便立刻打了蔡带子的电话 结果是蔡带子的经纪人接的 经纪人说 为了蔡带子的前途 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她了 小飘明白了 准备离开蔡带子 结果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一根厌孕棒 原来蔡带子怀孕了 所以她才会说 付出太晚了 小飘突然意识到 自己以前在网络上 恶意重上蔡带子 说她住院 肯定是因为隐瞒怀孕的事实 没想到自己造的谣 居然变成了真的 想到这些 小飘惊恐万分 因为小飘不仅造谣 蔡带子怀孕了 她还诅咒过蔡带子 得了肿瘤 影片结尾 小飘生无可念地走在路上 人们的头上又出现了一排字 都是一些攻击小飘的恶言恶语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心存善恋 拒绝网络暴力 今天伤害别人的言语 可能最终也会割伤自己 电影娱乐 娱力解忧 下次再见